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天空之上 五道身影 携带着毁天灭地之力 疯狂的交轰着 内等能量波动 那即便是 隔得远远的众人 心头都感到骇然 不过索性这里的空间 似乎极为的稳固 因此 即便爆发这等大战 都未能把空间撕裂 萧炎开起头来 他望着天空上 那狂暴的令人胆寒的 能量波动 拳头缓缓地紧握了起来 现在的局面 当真是有点复杂了 那地品除丹 展现出来的力量太过恐怖 因此 如今不仅要防备这魂族 夺得地品除丹 还得防备这古元 和竹坤 被地品除丹所伤 甚至斩杀 这两种结局 对于联军方面来说 那都是致命的 所以这场混乱的战斗 贬数太多了 可怕的毁灭波动 自天空上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开 那等声势 宛如要把这天地 都尽数毁灭一半 消炎 面色凝重的 盯着那极度混乱的战圈 眼光中是微微闪烁 在场的人都低估了 地品除丹的实力 原本竹坤以为 他和古元联手 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其制服 然而在交手之后 方才发现了 这想的太过美好了一些 再加上 魂天帝 虚无吞颜二人 看似联手 但却总在关键时刻 进行干扰 如此一来 令得局面更加的混乱了 不过左性 这种混乱 也是双方性的 竹坤和古元 固然无法顺利的制服 那地品除丹 可是魂天帝和虚无吞颜 也同样是完全没有机会 四个人中 实力烧熏一筹的虚无吞颜 更是屡次被竹坤和古元 联手进攻 若非是魂天帝相助 他恐怕早就出现了伤势了 望着天空上混乱的战圈 严禁在一旁低声皱眉倒 这么打下去 可不是什么办法呀 听了他的话 萧妍也苦笑了一声 那儿的战圈 他们现在根本已经插不上手了 若是强行进入 反而会被毁灭的波动所伤 因此啊 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的 在这干瞪眼站着 见到萧妍脸庞上的苦笑 严禁也无奈的摇头啊 他也明白 他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众人视线索急的上空 那地品除丹面色冰冷 手掌翻腾 隐隐之间 天地间突然有着浓郁的丹香之味涌动 注意 不要吸入丹香 一闻到这奇异的香味 萧妍就猛的一惊 在那丹香的味道下呀 仿佛体内的豆气都要燃烧起了一般 当下他沉声喝倒 听到他的提醒 众人连忙屏住呼吸 索性这些丹香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因此体内豆气在躁动了一会之后 便逐渐的平息了下来 地丹掌 这天空上 地品除丹双眼猛的一睁 身形陡然腾空 一掌对着下方的四人按去 在手掌按出的瞬间 一枚约莫人头大小的绚丽的光团突然涌现而出 就听到砰砰砰 伴随着这绚丽光团的出现 天地间的能量就如同遇见了热火的废油 陡然间就燃烧了起来 放眼望去啊 无边无尽的天空 此时都布满了熊熊火焰 天地都在此刻变成了火炉 见到地品除丹这一掌的威势 即便是古猿等人面色都是巨变 体内豆气急忙尽数调动起来 地品除丹脸庞上冰冷之色更浓了 其双手猛的按下 顿时天地间的火焰 以一种极为惊人的速度呼啸而下 短短瞬息之间 那弥漫天地的无穷火焰 居然尽数钻进了地品除丹手中的绚丽光团之中 灭 他双掌按下 天地都在此刻黑暗了下来 没有着地品除丹掌心的光团 绽放着毁灭般的光芒 那光团蠕动着 最后终于呼啸而下 仅仅半息不到的时间 已经降临到古猿四人的头顶了 面对着如此恐怖的攻击 就算是古猿四人 都是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危险的味道 他们不约而同 浩瀚无边的斗气防御 全部施展了出来 快速形成最强的防御 就在这个时候啊 就听到砰 啪 光团重重轰击到四个人上方的斗气防御上 仅仅是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 毁灭波动暴易间 四道狼狈的身影从天而降 旋起狠狠地落在平原之上 砸出了万丈的深渊裂缝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面色都是巨变的 谁都未曾料到 这地品除丹 居然能够和四名 实力达到九星斗圣后期的强者 相抗衡 虽说这四个人分成两派 那各自心怀鬼胎 但毕竟是这天地间的巅峰强者 可是没想到啊 在半联手的情况下 居然都被地品除丹打成这般模样 地品除丹悬浮天际 目光冰冷的盯着下方平原上 数个万丈深坑 那里四道光景略微有点狼狈的 升腾而起 分成两个阵营 遥遥地对视着 地品除丹 瞥了四个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哼 想将我炼化 你们的本事还差了点 你高兴得未免太早了吧 地品除丹的化缸落下 虚无吞颜却突然冷笑了一声 然后他偏头望向了魂天帝 沉声说道 把驼舍古地狱给我 文言 魂天帝一争 迟疑了瞬间 然后果断地取出驼舍古地狱 抛给了虚无吞颜 抓住驼舍古地狱 这虚无吞颜呢 冲着地品除丹 森然的一笑 他突然一咬舌尖 喷出一口泛着黑颜的黑血 射在那古狱之上 他的双手在此刻变换出 一道极为诡异的印节 而望着虚无吞颜突然间的举动 萧颜也是一愣 盯着后者的手印 却是略微有点熟悉的感觉 他沉颜的瞬间 猛的抬头 望着那高达万丈的古地的石像 此刻呀 那石像手中所摆的印节 居然和虚无吞颜的 起始手绝是一模一样 随着虚无吞颜手颜飞快的变化 那面前的驼舌古地狱 突然嗡嗡的颤抖了起来 接着 一团柔和的光芒波荡而开 古玉抖动间 居然化为了一个 呈现绚丽颜色的光圈 这光圈呈现多种颜色 在其上仿佛有着火焰在跳动一般 极为的旋起 化丹环 你 你怎么可能会脱舌古地的化丹神诀呢 见到那光环形成 原本一脸冰冷的地品厨丹呢 面色却抖的一变 他声音都变得有些凄厉了起来 虚无吞颜冷笑一声 却不解释 手掌一甩 那绚丽的光圈就飞射而出 短短的瞬间呢 就出现在地品厨丹的脑袋顶上了 一圈圈绚丽的火圈浮现而出 把地品厨丹的身形尽数包裹而尽 伴随着这些火焰光圈 连绵不断的套在身上 一丝丝白烟突然从地品厨丹体内溢出 凄厉的惨叫 也是陡然而起 见状 虚无吞颜 眼中有些惊喜 他显然是未能料到这化丹环境 是如此的能克制着地品厨丹 当下他一口含着的黑血的黑盐 喷射到那化环丹上 后者火焰变得猛烈了许多 而那地品厨丹的身形呢 却开始缓缓的缩小 竟然有着化为丹药的趋势 见到这原本还耀武扬威的地品厨丹 在下一瞬间居然变得如此的狼狈 众人皆大惊失色 古猿和竹鲲面色变幻 玄吉眼中狠色掠过 他们身形一闪 直接对着虚无吞颜掠去 看那模样 虚无吞颜能施展那所谓的化丹环 那多半是因为驼舍古地狱的作用 见到两个人动手 早有准备的魂天地顿时一声冷哼 他身形一动 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屈指连弹 树莓泛着浓郁丹香的丹药 就射向了古猿二人 然后轰然炸开 七浪翻腾间 古猿和竹鲲的身形被强行的制止了下来 冷笑道 自保求品保单 当真是大手笔啊 话音一落 两个人就一左一右出现在魂天地的身前 灵力的攻势施展而开 把魂天地包裹而尽 面对着古猿和竹鲲 两个人的联手攻击 那魂天地立刻就落入了下风了 进退之间显得颇为狼狈 不过他此时也明白这个局势 因此呢 也只能是咬着牙 把一身本事施展到极致 拼了命的阻拦着古猿二人 一番缠斗 竹鲲眼中涌上了胸利之色 只见他猛的一声低吼 滚 一条几乎占据了数万丈天际的巨龙 陡然浮现了 旋即巨龙化为紫金光束 快弱闪电般的 轰在了刚刚与古猿 硬轰一掌的魂天地的身上 那璀璨的紫金光束 直接是洞穿了魂天地身体表面的强横的斗气防御 狠狠的轰击在他的肉体上 当下一口鲜血从魂天地的嘴里吐出 身形也是登登登倒飞了数千丈 方才狼狠的稳住 收 就在魂天地身形暴退的时候 那虚无吞颜一声冷喝 那地品除丹居然毫无反抗之力的被收入化丹环中 化为一枚人头大小的绚丽的光团 悬浮于化丹环之中 见到这一幕啊 那虚无吞颜顿时大喜 收一招 化丹环就闪电的对着他飞掠而来 然而就在化丹环即将到手的时候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把就抓住了化丹环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那虚无吞颜一愣 目光看着那披头散发的魂天地 目光一阵的闪烁 古猿面色阴沉的看着魂天地 把地品除丹交出来 凭你现在的状态 即便加上这虚无吞颜 也并非我们的对手 一旁的竹鲲 拳头缓缓的紧握 一脸凶利的盯着魂天地 魂天地抹去嘴角的一抹血迹 想要地品除丹 他拼头看着化丹环中 绚丽的光团 那光团宛如银河 天地间的能量 似乎都凝聚在其中 盯着那绚丽的光团 魂天地的脸庞上却掀起了 一抹诡异的笑容 然后他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猛了一张嘴 一口就把那绚丽光团 吞入了嘴里 他居然直接生生地 把地品除丹吞下去了 如此吞服 那简直是自取灭亡啊 这家伙 他简直是疯了 萧颜喃喃自语 虽然这只是地品除丹 可其中蕴含的能量 却恐怖到极致 若是一个不慎 便会生生撑爆身体 甚至是灵魂 这魂天地如此作为 可当真是有些 孤注一掷的味道了 魂天地突然间的举动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即便是站在他身后的虚无吞颜 都是面色一变 旋即眼神略微有点阴沉 地品除丹谁不想得到啊 不过他却没想到 魂天地会如此鲁莽 一口将其吞下去 混账 见到这一幕 竹坤和古元面色都阴沉了下来 眼中涌动着浓郁的杀意 魂天地你找死 找死 那可未必 文言 魂天地却是仰天大笑 脸庞上的笑容有些诡异 而此刻 他的身体之中 也开始泛起绚丽的光彩 先前被古元和竹坤 联手造成的伤势 却在一瞬间尽数痊愈了 一波波令人心计的能量波动 缓缓从他体内渗透出来 感受到体内那种突然间强横了数倍的气息 古元和竹坤面色再次大变 古元目光一闪 到位并慌乱 他沉声说道 楚丹的能量开始爆发了 短时间内 他的实力会强上数倍 不过在这之后 他恐怕会被越来越恐怖的能量 撑爆身体 甚至灵魂 竹坤面色凝重不少 不要给他炼化的机会 只要快点逮住他 我们就能够把地品出单 从他体内逼出来 动手 嗯 听着他的贺声 古元点了点头 在制服地品出单上 魂天地他们本就占着大便宜 而且这最后关头还被虚无吞颜 倒过出来的所谓这个画丹环 将原本大发神威的地品出单 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两个人呢 几乎是身随心动 念头刚刚升起 略过天际 对着那魂天地就暴射而去了 魂天地看到飞来的两个人 却是宜然不惧 他一声大笑 哈哈哈哈 现在的你们可不是我的对手 他双拳一握 陡然轰出 随着魂天地这双拳轰出 天空上直接被生生撕裂出两条 千丈庞大的真空地带 改映着猛然间变得恐怖了许多的进风 古元和竹坤都是面色一变 急忙施展斗气相迎 顿时间两道震耳玉龙般的巨响 在天空上 炸响开来 可怕的毁灭风暴 在古元和竹坤两人拳头上炸开了 可怕的进风生生把两人震退了数百丈 而反观的魂天地却依然傲力天机 而且呢 从他体内弥漫出来的波动呢 也是越来越恐怖 见到这天空上突然间逆转的局面了 萧炎等人面色巨变 没想到在吞服了地品除丹之后 这魂天地的实力竟然暴涨到如此的地步 而且谁都明白 这才仅仅是初步强化而已 如果让魂天地顺利的炼化了地品除丹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因此踏足斗地的层次 而真的到了那个地步 就真的再无转机了 古元 此番争夺 终究还是我胜了 魂天地踏着虚空望着古元和竹坤大笑 多少年的筹备啊 多少年的计划 终于是走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古元一声冷笑 想必此刻你体内也不好受吧 莫要高兴得太早 这次感谢您的行动 attend对付决度 听说 已经迫很好 这次感谢您的好